恶灵为伴让他寝食难安 每天晚上 他隔壁邻居 请他去穿过 性陈亚车会戴鲁猫的了 羞耻局面为何一再拖延 这方面虽然一个半二拍不下 心魔如火烧毁仅存的理智 是什么酿成玉石俱焚的惨祸 心魔如火 忏悔录正在播出 2003年6月4日端午节 天空飘着小雨 夜色已经降临到这个静谧的小山村 突然一阵激烈的吵闹声 打破了沉寂 晚上听到里面烘烙烙烙的 那是人都躺在那儿 听说就在这边 发现雄安老 就看着特别的全面的路 听着吵闹声 许多村民都赶出家门 在村里的一片泥水地里 他们惊讶地看到 有一男一女并排躺在那里浑身是血 来过一会看的 他已经在这个路上躺着 没有人问死了 那肯定把摄影能看到去 能看到去 弄毛巾 弄毛巾再把它堵在那儿 吓人 就是吓人 看躺着那鞋 怎么吓人 救护这点过去的时候 躺着的人已经死了 旁边躺着他的妻子 也受到伤 杀人 在我们这个 光庆江有杀人 有墙壁杀人 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毕竟是首例 随后赶来的警方 经调查确认 躺在地上的男子 名叫王敏翰 已经伤重而死 而他的妻子 也奄奄一息 被送往医院紧急抢救 那么 这对夫妻招惹了什么人 居然双双遭遇毒手呢 正当小小的平湖村 陷入一片恐怖之际 村里的一位老人 接到了揭开 本案谜底的电话 这位老人在电话里 惊讶地得知 这起命案的凶手 竟然是他的儿子 陈良明 陈良明 十年三十六岁 继本案被害人 王敏翰的邻居 不相信 他相信 他一直常在外跑的 在外面开车 开了一件事 人不都 平常不都可以 尽管很多村民都不相信 素来老实的陈良明 就是杀害王敏翰的凶手 但铁一般的事实 不容置疑 案发之后 陈良明一向警方自首 而被医院抢救过来的 王敏翰妻子 也提供了明确的佐证 陈良明 陈良明一向当时 陈良明 陈良明 我以后 他肯定要是大名的 就让陈良明 在他老的 迷雾散去 真相大白 只是 直到此时 很多村民依然无法理解 陈良明 为什么要对自己的邻居 凑下杀手 而且是夫妻两人 一个都不放过 没有人知道 这一次陈良明 到底着了什么魔呢 我对你那么爱的那么和 那么刺青的 我始终把我们的婚姻 把我两口的这个事情 看得比较重 感情上面看得也比较重 因为我 我对他 感情上付的太多 付出的太多 心里良心上有时候 也觉得 他做了我觉得心里 也很愧疚 他人做了 我性做了 这个女人是陈良明的妻子 裁案过后 铁窗之中的丈夫 满怀怨愿 而这个女人 在伤痛之余 也无比自责 我们无法想象 难道陈良明 犯下这般重罪 竟然是因为自己的妻子 这其中 到底有什么内幕呢 只要是个 我讲是个 只要是个男人 反正他都 扔不住这些事情 给他再讲 脱脑也是冲锋的 给他 肯定有这些事情 知情人的讲述 拨开了 遮蔽这起命案的 层层疑云 一段迷奇 而又惨痛的故事 就这样 拉开了帷幕 那是2003年的 一个黄昏 因为女儿放学后 没有及时回家 一向疼爱孩子的 陈良明 突然一反常态 对着女儿 拳脚相加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也看出来 她是对我啥气 那天那种皮带 跟女儿生了 都说不呢 你要有事情 你就冲了我 你天天生气 生气的样子 干什么呢 你发了皮 给孩子打一顿搞不定 你要打就打我 西子很清楚 陈良明打孩子 其实是在借题发挥 因为就在这天下午 有人告诉陈良明 村里那个叫 王敏翰的男人 曾经去过他的家 我那天 中午的时候 他跟谁样的 头头的 溜到 那门人 哪里天天都关的 到屋里面去了 作为邻居 王敏翰 来自己家里做客 怎么会让陈良明 发这么大脾气呢 原来 早在三年前 这个叫王敏翰的男人 做过一件 让陈良明 无法原谅的事情 他说有一天 他回家以后 其实 告诉他 每天晚上 他隔壁年纪 去到这窗户 爸 你不在家的时候 人家敲我们家窗户 可我妈下班了 我也下心 我前天上班 逼近他家门口 他有时候 喊我名字 我有时候莫名其妙 有时候不理他 他过来喝点酒 他就是敲我窗户 没事的时候 都是你吧 不会有什么东西的 我心里还是这样想 他不是的 他讲的那个口气 不太好听 你出来出来 你出来出来玩玩 妻子的话 让陈良明意识到 问题严重 这些年 由于陈良明 在外地打工 时常不回家 那个叫王敏翰的邻居 总是来骚扰他的妻子 羞愤之下 陈良明的妻子 甚至在日记里 发泄怒火 我还讲的 不要念 就讲他 在这个日记上 有句话 不要念 像老子 纠缠着他 他跟别人也说过 人家也跟我说 品红的女的 我都看不上 就看了 陈良明老婆的 还有点个什么 当时 我又问他 是不是 经常这样 他想 也是的 他这个人 想跑那个死 死 就好像咱们的农村里 死 死的很 好死 气的好像 那种 像我 都形容不出来 那种 那种 自己那个 心脏的那种 跳动 都有 一愤之下的 陈良明 当即要去找 王敏翰理论 不料 却被妻子 一把拉住了 我讲你这样一搞 你脸上就没有晃了 你也 他也把面子看得太重 我也把面子看得太重 我把电话打个电话 警告他 我就把电话打起来 你想搞什么 这个事情 到此为止 如果 再有这种情况 我想你自己 经历了这件事 陈良明 在外打孤时 变得心绪不宁 频繁的 往家里打电话 他总担心 妻子 会再被王敏翰骚扰 也经常打电话 来 怎么 可 可 可 你 可 年久 可就 骚扰你 好多 没有了 尽管如此 但不知怎么 陈良明 从此 却添了一块心病 他隐隐觉得 这件事 不像妻子说的那样简单 一定还有自己 不知道的内幕 果然 2003年的那个黄昏 当得知王敏翰 偷偷来过自己家的时候 一直折磨着 陈良明的心魔 终于发作了 我想你们到底 中间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事情 你想想讲 三汉五十里这样 你肯定有什么 不可造议 你要别人 这个朋友说点 他说 告诉我这个 然后我跟他解释 再解释 他听不懂 在我 再三的这种养肺 才到处 令二年的这个事情 在陈良明的逼迫之下 妻子终于说出了 发生在一年前的一件事 那个瞬间 陈良明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更不知道 在如何面对 令人羞耻的现实 那么 2002年 陈良明的妻子 究竟遭遇了什么 他为何要对丈夫 苦苦隐瞒呢 西子对丈夫 隐藏了怎样的秘密 你为什么 不能早一点 跟我讲 谎言背后 到底是懦弱 还是欺骗 这次就他这点 他不信任我 心魔如火 悲愤之中 他将如何抉择 心魔如火 忏悔录正在播出 2003年的一个黄昏 因为得知那个叫 王明翰的邻居 偷偷来过自己家 陈良明对妻子 大发雷霆 经不住他反复逼问 妻子终于说出了一个 隐瞒了一年的秘密 那天他跟我讲的 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跪在我面前讲的 我讲你不要分析 我把前前后后都跟你说 也就是 02年的 那月16 这是我爱的跟我 讲的这件事情 那天晚上 他连 到我们家 把梦 弄开以后 去进去了 强迫他了 一会儿 突然也 把 一会儿 把 从来没打过 那天打负了也爱过 眼睛都冒进化 然后我实在受不了 我想为什么到现在 才把事情跟我讲 你为什么又不能早一点跟我讲 尽管妻子一再发誓 由于当天他拼死反抗 王敏翰并没有得逞 但这无法熄灭 陈良明的怒火 在他遭受 奇耻大怒的痛苦之中 还夹杂着一种 对于妻子的怨恨和怀疑 我在外面跑的时候 我的绿帽子戴这么高啊 这么高 为什么不跟我讲 为什么不跟我说 为什么要到03年 出现这种事情 才跟我讲 就我心里面 那种 我跟你说了 你脾气那么暴躁 你要回来 要发生什么事了 你看老鼠也又不好 你要个世代 大的人民管天 小者你看 名字早期 妻子对于他 一直隐瞒此事的解释 不仅没能缓和 陈良明的情绪 反而让这个男人 更加气愤 他一把推开妻子 骑上车 就去找王敏翰算账 当时他看到我了 我说你今天下午 干什么事了 我语气很难听 我说你不想活了是吧 妈 你前面你干的事情 我就在排家那边 我就来家拿东西 挣这么大工 他们就打完家了 他说书记 我求求你赶紧去 处理这件事 不处理这件事 有什么意思 文迅赶来的村干徒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拉住了怒不可遏的陈良明 经过一番调解 那个叫王敏翰的人表示 愿意拿出三千元钱 以了结此事 他没说 当时我们也讲过 那没有这个 那你给的钱 就意味着 你肯定有一定的错误 他把钱砸在我们家府里 我要这个掌钱 干什么我家 对于陈良明来说 拿到这些钱 不仅不意味着胜利 反而坐实的妻子 曾被这个男人玷污 从这天起 陈良明 陷入了一种 极为纠结的矛盾心理 他忽而觉得 妻子十分可怜 忽而又觉得 王敏翰之所以肆无忌惮 只怕是因为妻子 也并不清白 我想他哪来 这么大胆子 他为什么要救赛你 一个半二特别 他那一半 这么样子 一半二 讲我软肉就是这样 还就抓住这个男人 也就抓住我这点弱点 也在宰散 谁都不能真正体会 这个女人的屈辱和痛苦 自从丈夫和王敏翰打架 被村干部调解劝和之后 这个女人的日子 竟然更加难过 可能是觉得 事情已公之于众 再也不必顾忌旁人 王敏翰居然对他得寸进尺 后来 这个男人一刻就就经常 反正经常是 但我经常不理他 你越不理他 他还有一种 越有一种吸引力 一个在窗户外面 球 一个在里面 就这样讲 我老婆那么骂他 不要连这东西 什么东西 觉得很难听 他越听越舒服 最过分就饭腔头进来了 今天来人家来 捞捞你 拽拽你 好好你 跟他说 他老婆知道 我跟他 我找他老婆谈 找他几次 因为他老婆跟我一样 也老实 甚至他比我还要来人 面对越来越糟的事态 陈良明的妻子 竟还如此软弱 的确令人费解 但事实上 从他当年大学毕业的同学 留言册上 我们发现 这正是他致命的性格缺陷 你最大的优点 是温柔 最大的缺点 也是温柔 然而 没有谁会因为这个女人的软弱 就停止对他和王敏翰的议论 或许 在很多人心中 王敏翰不过连面的苦苦纠缠 正好说明 这对男女早有思情 而这种猜测 无疑是对陈良明 一次又一次的刺激 你用一种眼神 或一种 一种表现 给你看了 你就觉得受不了 谁不看小孩 听陈良之后 带礼貌的 哪个不假 他心里面有点不相信我 马这个洗不掉的 马这洗不掉的 一哭 过得拔车点 就打打 你不要苦可好 你好好挺起来 作为一个男子汉 回想自己和妻子 十几年幸福的婚姻生活 陈良明突然觉得 自己已分辨不出 妻子过去的温柔体贴 究竟是真是假 这个的感觉就是这样 自己被轮披了 被耍弄的一种感觉 就是让自己的 自己的爱人 那么相信他 那么信任他 你想想自己的 这个心情很令人 一下子 这个打击 你想想是多大 潜藏在陈良明 心底的危险情绪 一天天生长着 他像一个面目猙獰的魔鬼 快要把陈良明的理智 和良知彻底吞噬 讲了的时候 站在墓地上给打怕的 怕的就要起不来 我讲你不能去干冒险事 如果你去干冒险事 你就正给他杀掉 你心里快活了 安安 你一切怨气都没有 那你以后怎么干 那我们孩子又怎么干 你出事怎么办 你家平平安安不好 面对亲人的极力劝阻 无奈的陈良明 只好暂时压住了心头的怒火 但是夫妻之间 却再也没有了往日的信任和甜蜜 一段时间吧 我讲不好意思 我跟我爱了 还分床 是这样 他感觉到 事态也比较 反正在我的心里面的那个容易 冒去不掉 这一期就他这一点 他不信任我 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就不想 不想 不想 那用纸件方式写的 写出来 我当他的面 我还没 还是 没那种勇气 你傻了吧 机的 一个女人 我那么爱你 你还欺骗了我 每天我犯伤法等他 他都不会 跟我生气 对 那个时候没办法做过 从来没跟他提过 离婚两个人 实在是受不了 冰冷压抑的氛围 让陈良明 不再愿意待在这个家 然而 就在他外出打工的时候 事态却在加速 滑向危险的边缘 2003年5月13日 陈良明刚从外地回家 妻子便又一次 向他哭诉 你哪个 哪个又来了 你一家是哪个 我家是谁 他家那个 就想他 我给他了 过来了 然后就拽我 拽我 然后实际上坐下来谈判 我叫我跟你什么谈 我有个家 你给我滚你 他的这个手吗 他就这个手 手腕着 拽在墙上面 拽了 一个对里面拽 一个对外拽 倒是 就是按照这个墙上 就拽了 然后我拽不成就把手 整个独的情 大概有 有这么长 有这么长 都是这种手腕的领导 我看他心里面很难过 爱念的吗 就跟在这边一样 怕人家看见 其实要喊人他就不敢 听了妻子的话 陈良明没有暴跳如雷 却陷入了沉默 一个魔鬼般的恶毒念头 在他心中暗暗滋扎 他知道 这件事就快了结了 他那一段时间 他很郁蒙 就是喝酒啊 抽烟什么的 抽烟能把自己那个香烟头 烫在自己手 我记得说 我一直说 右手烫了个五 五个洞 就是那个烟头的烫了五个洞 这边边烫了八个 下前一几天是十三 这边是五 这边是八 那就是五月十三 打三个的吃他都没吃 打过几个道理 然后把烟头给收过 烫了十几个 十几个洞 这都全部溃烂滑了 这一片粥都烂 2003年6月4日端午节 这天下午 陈良明像前期日子一样 沉默不语 一边喝着酒 一边目光呆滞的看着电视 当时晚上放那个 女人不在 女人不在沉默 这个电视 他现在洗锅走了 他大腿跳来腿的看着 看这个电视 心情非常的勉强了 我对那上面是很香 是不是地方 也是一种 像那种 对待我二人那种 对那上面是香 一瓶老瓶 老明光 基本上都给他喝的 我早一上的时候 我就听到外面 他说快 他拿一只架里面洗完 到外面去 在一个没有亮的暗厨 把他舌头砸过去 砸到他下来蒙前 当时他听到的一首 他就跟他爱着 就出来了 然后呢 我上去就流打了 上去打了 当时呢 地方不是拿了一个矿灯 矿灯就砸向我 我就把手挡掉了 挡掉过来以后呢 无形中就把自己的刀 拉出来 拉出来又 碰了几刀 就在这个漆黑的夜晚 陈良明心中的魔鬼 终于跳了出来 如同一把大火 把久久压抑的羞辱和愤怒 熊熊已燃 也把他和王明汉的两个家庭 全部焚毁 亲人再见到他的时候 陈良明已向警方投案自首 看着陈良明远去的背影 亲人心如刀绞 他们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结局 等待着陈良明 等待着这个不幸的家庭呢 到底是什么 让他饱受折磨 我怎么能死去你吗 炼狱中挣扎的灵魂 如何才能解脱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心魔如火 忏悔录正在播出 2003年10月9日 安徽省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判决 陈良明犯故意杀人罪 考虑其自首情结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随即陈良明进入安徽省 卢江监狱服刑 入狱后 在监狱民警的邦叫下 陈良明改造积极 但是他的入狱 对父母妻子 将带来什么样的打击 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他死相厌力很大 非常的秀直 悲观 感觉到自己的犯罪 对不起自己的父母 妻子和孩子 通过我们了解 其他父亲人 他们的反应 就是经常陈良明 特地留言人 为了彻底解开陈良明思想上的死结 安徽省卢江监狱领导经过研究 决定对他的家庭进行走访 2009年9月19日 记者随监狱民警来到了陈良明家里 你好 你是陈良明的母亲吗 对 你好你好 那个我们是他父亲去的干净 这个 哦这是陈良明 哦陈良明的父亲 你好你好你好 这个这是他们队里的队长 陈良明犯罪 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打击 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陈良明的父亲 有脑穴栓后遗症 自从儿子入狱 老人的病情更加严重 而陈良明的母亲 几乎是一夜白头 看不见了 你回去 要能见到他 你跟他说 家里都很好 妈妈吃的都不需要 不要你操心 好好跟他那里劳动 爸妈爸爸早日看你回来了 看到儿子在狱中的录像 两位老人更是难掩伤痛 爸妈 好 你很好 上天打电话不遇 是 是我爸去 我妈还不在家 我们人好 你在那里也好 保重好身体 现在那天 慢慢地转凉了 注意好身体 多穿点衣服 更让民警揪心的是 案发前后 陈良明对妻子的猜忌 已经给这个家庭 带来了深深的裂痕 过去和美温馨分霉 现在难觅踪迹 婆媳之间也冷若冰霜 她不讲 她从来不找 不跟我们说 她现在也不理我们了 看着这个陷入困境的家庭 卢江监狱民警决定 首先要消除婆媳情感上的奸兵 经过多方打听 他们找到了陈良明的妻子 并说服她来到了婆婆家里 这个女人说 她对婆婆并没有怨气 只是伤心 当初陈良明对自己的猜忌 小小的院落里 夹着气氛 似乎正在慢慢回归 而婆媳俩也商定 第二天一起去监狱 看望陈良明 而这正是卢江监狱的民警 一直努力达成的目的 我们监狱在教育改造罪犯的过程中 将以人为本的理念 贯穿始终 比如说 根据罪犯的个体差异 一人一侧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重点在罪犯认罪和悔罪上下功夫 帮助他们重新塑造健全的人格 掌握做合格公民 应该具备的道德 法律等知识 为了他们回归社会以后 成为一名奉公守法的合格公民 打下坚实的基础 2009年9月20日 卢江监狱在寝世安徽省监狱管理局后 为陈良明安排了一次亲情会见 太平 妈 我一直想到你 睡到了 对人家 只有困到 我们去看 帮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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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家 每次帮我来看 你们都帮我借墙接凉 可是我们可能可能可能看到我们的一句 可能都知道我们的姓 是没有 爸 你怎么弄呢 这种事情你要怎么弄的 我已经是这样了 是 你还讲 奶奶不要哭了 我现在四位都眼睛看 戴上头看不见 那天哪个不讲 你怎么这几天老是呀 小一半讲我呢 你搞得这么像人回不下去 你讲的事哪有后悔要呗 我怎么 从小到大 我们小孩子 你能走到这一步 我怎么能是你吗 我怎么能小孩子 我怎么能小孩子 学校没练了 说都没练了 不练了 你对付我厉害你 你现在能跟我走到这一步 谁能了解我的心 谁能了解你爸爸 谁不愿意在家搞到可怜的家的人 我非得可怜我不哭 我别的故事 我都骗不见了 你不要再哭了 我 你也哭了 我 我爸都没事来看你 我都是这样想 我去看这一趟 最后一趟 我去看这一趟 我去看这一趟 我去最后一趟 我 你爸这样来看 你早就这样 不要吃了吧 你爸哪里没有火葬场 妈妈 你看我 你就给我放在火葬场 我 我 我 难过的我们难过不讲 他娘两个怎么发 你说你也妈妈 你我 听到母亲的话 陈良明羞愧得难以面对身边的妻子 而妻子面对身陷淋雨的丈夫 多年来压抑的心酸 也一下子喷雨出来 我爸 我爸 杀你 他不杀了 杀了 杀了就要你想啊 穿上就好 事情干得多 商店买太多人吃的东西 都不敢商店 反眉的眼睛能疯疯 怎么讲的 杀人 对不起啊 杀人 杀人 前人 杀人 再多眼泪也反省不了事实了 天天梦在家里 那天星期 星期五正常上班 星期六根本就不上街 星期六 人家梦锁一片 人家梦在家里没有人 其实人在家里 不愿意出去 我也不愿意跟他胡同 在单位 只有苦干流泄你 苦干在你 在上面 平时那时候就没有你了 首先这条就做得不合适吗 到哪去 都是低人一等 小孩在学校上学也是一样 陈良明的女儿正面临高考 父亲入狱 给这个女孩带来了沉重打击 本来我们家是幸福的家庭 小孩回来又没有爸爸 你去接 你不都是爸爸去 我看我听了 我心里 我都是病毒 你走狂气一脚 你听了不长信 我多少天我都 都没有气息 还一开始讲 妈 我爸在哪里 他都不来接我的 人家都是爸爸来接的 我剩一脚 第一脚 跑到路 摘了多少脚 路上病毒 当时讲我眼泪之流 我两天 你爸在家 他不来接你吗 你俩人 你俩也找不出的 我自己 我在后悔 更加一辈子 面对这个男人 发自内心的深深忏悔 两位善良女人的手 终于拉在了一起 目前 在安徽省 卢江监狱的协调下 当地政府 已经为陈良明的父母 申请了低保 他的妻子 也重新和公婆 亲入一家 在卢江监狱 陈良明 正用心脑的汗水 洗刷自己心灵的污点 和曾经的罪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